好 意念的眾生 這才是真正的我們 所以像這樣子的 古佛像 就有千年的加持力 就像一尊佛像一個人拜一遍 兩個人拜一遍 三個人又拜 那個佛像的力量就 越來越殊勝 所以佛法叫眾圓合合 所以我們所有的眾生 都是佛心中的眾生 當眾生在拜佛的時候 就像母子相遇 每個媽媽都希望自己的兒女 回來看她 每一個媽媽 每一個眾生 都是母親的心頭肉 只是我們離開母親 為了自己的想法欲望 但是媽媽永遠不會放棄子女的 我想回到古世來 各位就會好像很熟悉 最好有這個感覺 找到自己 因為 聽一下 苦海無邊 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 回頭是岸 所以佛法說 往外求 就是痛苦 接下來我們回到佛國寺 各位有沒有很熟悉的感覺啊 意思是說我們又離開佛祖 很遠很遠了 終於我們又回來了 當然 法華經 所謂的佛祖是什麼 就是善巧方面的慈悲心 所以 並不是說每天拜佛 就找到自己 佛要我們從慈悲心裡面 而且去找到自己 而且所有眾生 都可能做過我們的父母子女 甚至法華經裡面 因為國王 喝醉酒了 居然以為自己是乞丐 但是乞丐身上自己就有寶 卻不知道 還一直在做乞丐去祈禱 所以每個人能夠 找到自信 用自己的佛性 佛性就是大慈大悲心 也就是說你不去慈悲的時候 你會覺得內心很痛苦很寂寞 但在大乘佛教 那你用各種方法去慈悲的時候 你就會很踏實 佛國寺內 有一座著名的三層師塔 有稱釋迦塔 無影塔 位於大雄殿前夕側 花崗延氣 高8.2公尺 基壇兩層四周 屌有8個蓮花石 稱八方金剛座 該塔是統一新羅時期 三層十塔之典型 已有1300點歷史 1966年整修時 於第二層塔身 發現有佛金等文珍貴文物 是韓國最具有代表性的塔建築 寺內包括多寶塔、釋迦塔、藍雲橋 及兩座金銅大佛等 多達七個文物 被列為世界文化遺跡 為新羅燦爛佛教文化的核心 在韓國人的心目 佛國寺是一生中一定要去看一次的聖地 佔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可見佛教在韓國 猶如磁光普照 撫慰當地眾生 歷來對韓國的民眾 具有崇高的意義 以及深遠的影響 通渡寺 位於慶州舊西山南部 其名稱的由來 是指通達佛法 嫉妒眾生之意 唐朝的慈藏律師 持世家如來的真身設立而來 由於寺內供奉著真身設立 因此沒有其他的佛像 這也是通渡寺文明的原因 韓國歷史上 著名的善德女王末年 約西元646年時創建此寺 迄今已有1300年歷史 雖曾經歷過多次戰爭及入侵 但其法燈至今從未滅過 在佛教裡面最高的介意 就是四元界 也就叫三妹野界 三妹野界就是承諾 所有眾生的輪迴都是你個人承擔 為了如此不能有一點我質 要隨時安住在空性 然後大悲不退轉 善巧方便的 一直去度眾生 所有的眾生都離譜了 你乃成果 就像地上王末大的戒律一樣 希望大家也發出這個金剛心 永不退轉 四元土度眾生的三妹野界 這個就是密襯的所謂的密襯禁 所以當然三妹野界最主要 你要不能有一點私心或直 也不能捨棄任何一個眾生 而且就像我們發的願 四紅四元 所以法門無量四元學的 去斷除所有眾生的煩惱 那當然來到此地 我們也要發起這樣的心願 願自己得到三妹野界 如普賢菩薩一樣的 永恆地去利益眾生 通渡寺內 共有35座建築及法塔等 周圍有14座藍院 大雄殿被指定為第290號國寶 殿內沒有供奉佛像 但其後的金剛台階上 卻供奉著封存的釋迦摩尼佛的 真身設立 彌祖珍貴 代表韓國佛教中的第一佛寶寺 此外通渡寺內 還有19個地方寶物 及794件地方文化遺產 整座佛寺堪稱之為一座博物館 通渡寺所在的舊溪山 自然景觀分外美麗 從寺院的入口到遺柱門 有排數百年的核抱手術 此外通渡寺內有法骨、中、細罩、廉池、寺的後方 還有瀑布、岩石等景致絕佳 因而有通渡寺八景之門玉 行程中繼續來到了韓國最大的港市浮山 文明的世界級海濱景觀就在海雲台 風光旋擬的海雲台 一旁是高樓嶺嶺 另一邊則是無垠的沙灘 形成有趣的對比 海濤法師帶領諸位法師及居士 來到岸邊口頌驚咒 揮舞精辟、遍灑甘露 廣大如海的慈悲沒有避見 隨時將愛與溫暖 散播到每一個角落 猶如眾生雲集轉法輪 普立群生出苦海 而在韓國慈悲群禮中 走遍每一個閩山無叉、寺院重臨 相佔繁印中 洋溢無比的萬德莊艷 也都在幻醒無數雲雲的眾生 應當效仿諸佛菩薩的慈悲 以眾生為樹根 灑以大悲水 灌溉以大悲心 才能夠開出智慧之花、菩提之果 一種往燈之花、菩提之花、菩提之花 未有的山、菩提之花、菩提之花、菩提之花 圆满生命波罗蜜 精进修行满人间 断除三毒诸烦恼 慈悲菩提大愿力 各位生命菩萨大家好 快乐从哪里来 关心别人 关心众生 那就快乐了 痛苦哪里来 只为自私想 自私 那就痛苦了 所以佛陀跟我们说 不要起贪嗔痴三毒 不然有烦恼就会造业就会受苦 那要怎么办 菩提心 慈悲心 通心 以这三种心去圆满波罗蜜 那你的生命就圆满了 愿生命电视台祝大家生命圆满 阿弥陀佛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2176-5232 916-5232 11996-6232 21996-625-9232 21996-623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原来快乐是很单纯 快乐就是很单纯去接触别人 当我出来社会上工作的时候 我差不多去泰国超过一两百趟 我每次都去泰国 那我去泰国有一种快乐是我一定会去的 因为我们去泰国就会坐船去一个叫水上市场 那边去玩买东西 那桥上有一个老人 他戴个墨镜后来才知道他是个瞎子 但是他永远坐在桥上 只要听到船的声音过去 他就会一直跟大家 Sawadika你好 变成导游 都跟我想等一下看到了 大家都很兴奋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看他挥手的样子 后来才知道他是个瞎子 但是他制造的变成一个快乐的观光点 等我后来再去泰国 听说他死了 我们大家都很伤心 他没有人 没有人再跟我们挥手了 但是我就有个题目 原来快乐是很单纯 快乐不是说我一定要做格西 快乐不是我要做有钱人 快乐不是我要做看部 我才会快乐 快乐就是你很单纯的去接触别人 虽然他是一个瞎子 但是他会给很多观光客很快乐 放生是觉悟 觉悟是空隙 生命电视 与您一同互生 祝您真的觉悟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请按赞 订阅下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